国内有些地区开放抓野猪了 听说抓一头野猪奖励2500块钱 我在意大利这儿 抓野猪不但不给奖励 我们还得交钱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 我们抓野猪和国内一不一样 走 真实记录啊 这是我们的野猪快乐屋 专门用来收拾野猪的 不多说了 带大家看一看 我和我意大利丈人 怎么在意大利抓猪的 今天这个天儿比较不错 山尖上已经下雪了 就看在那些云彩的地方 这些地方还绿油油的一片 昨晚 不是昨晚 今天早晨从三点钟的时候 下雨一直下到早晨五点 所以现在停了 并且今天白天一直不下雨 今天对抓野猪来说 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掐子一算 今天有猪 不务正业 你们老说我 今天出来给你们干把正事 现在地全是湿的 野猪的脚印留得非常完美 我俩先往山沟里干 现在开始寻找他们 山里总是有这种仪器的房子 这种房子还挺大的 但就没人要 改名的 我觉得是要有这种艺术稀泡的话 设计是这方面 弄一个这房子装修一下挺好 不过今天风太大了 这小风手手的 你们在这个视频里应该能听到这个风声吧 我看国内现在这个野猪也是放开了有些地方 是吧 说是抓这个一头猪给2500块钱补贴 但是不能用家伙 也不能用那个用药 所以我在好奇想那事情 那国内那个抓猪给2500 那个那是咋抓的 挖坑还是下套啊 如果你是靠刺手空拳上去硬干的话 基本上一个大老爷们儿干不过一个六个月大的猪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如果拿棍儿捅的话 那也相当于属于自我伤害的这种运动了 那么拿棍儿捅也如此肯定捅不了 早晨我跟我站着 我俩就专门找猪的 这样地方 看着是不是挺美的 实习亲身体验 这绝对是属于 这邪财 一下就穴里不行了 不过在视频里看真挺美啊 就当欣赏没景的下来 看吧这大野猪 大野猪蹄的 看出来不 这个是往这边走 谁谁万多也有 我站着让我跟着这个野猪脚运去走 他们去哪 让他往那边走 我这妈呀 昨晚野猪在这玩的还真不少 这旁边全是野猪 开心的时候在地上跑的坑都非常新鲜 这一上午 风太大了 你们看着地上这些 跑的这些小碎土 这野猪跟小狗一样啊 就是一开心的时候到处撒花 到处跑土 隔几步啊 就跑一个坑 隔几步跑一个坑 估计他们现在孙这个草壳下去了 在这下边小棺木丛里睡觉呢 我就找他们 汇合去 我身上挂了把大家伙 收起路来有点飞机 把这个车全过来集合了 马上出发 开始把猪盘起来 看看后边还跟着 我们一趟馅啊 一边走去把相应的人员放在这个相应的点上 现在画圈 把这个中间的小树底围起来 看到那个小山头吗 就在那 大家看那边是高速路啊 所以在那边有几个队员 要把高速路封住 避免我们碾的时候 野猪一着急 直接上高速了 上高速的话就容易引起这个车祸 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点离高速路很近 上面跑一些大车什么的 这方面就是你抓住这东西啊 你需要考虑很多综合因素在里面 你不能因为抓住 把人高速公路在野猪上高速了 那就麻烦了 这大火车 高速旁边还有铁路 铁路不怕野猪 这声音真大 是货车 高已经进去了 偶偶在里边喊 野猪就在这里边啊 等会就该出来了 看看今天我张儿能怎么样 能够收获 就在这 上次大家记得不 闹闹远 在那出来一堆猪 大家看到这个小黑点没 我给拉近一下 这次他跟我张儿一起配合 他是这个狙击手啊 我张儿也是 大家看这一堆草 大家看这一堆草 大平原上突然有这么一堆小树叶 这是干啥的 老朋友应该知道 这是抓鸟的季节 9月份的时候抓鸟的时候掩护的 都是他们插的 这个地方 9月份时候抓鸟的 等会 野猪应该还会从这个地方出来 今天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会儿 没出来租 所以现在要转移到另一个地点 就是它的另一方向 高速那边 离高速更近一点 意大利这个天现在有点奇怪 这没太阳的时候 我跟你说 就有点冷的臭臭 十来度 甚至不到十度 然后这个一有太阳的时候 都能干二十来度 看这大冬天草都绿绿的 现在太阳一出来给我晒的油 脸上都是油啊 换个地点 火速集合过来了 小丹尼又在那牵着狗拿个大镰刀 这颜色绿的眼睛都发贼 恶魔小丹尼牵狗进去了 它的狗全是那种小型号的 走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看远看这个景绿油油的 是不是挺漂亮 实际走到这个草地上 现在这个季节是这样的 并没有那么密 但你远处一看就是密的 离尽了一彩的土都炫进去了 知道吧 欧洲基本都是这样 大家看 贴上两架直升的飞机 一架 能看到吧 还有另外一架 看到另外一架在这 跑得还挺快 另外一架 这两架就是过来巡逻山上的 就大猎的 没啥可担心的 所以说这边的抓猪还是很规范的 抓猪这块非常规范 大家看我脸上晒的这个油 你们看看抓猪容不容易 脸上油光正亮的 所以就算放开 国内放开这个抓野猪啊 也在需要一些相应的完善的 规则吧和规矩 要不就是抓不着 要么就是直接给抓没了 这个小犬又跑丢了 刚才又被我找回来了 大家看啊 这狗不点不点的 这应该是德国梗吧 这个尾巴都是一半的 这个可猛的呢 别看他这么小 就我两个脚这么长吧 大家看 可小了 但就是有劲 上头 并且这个狗啊 胆特别大 就是见野猪他也不退出 跑路也快 他不上去硬跟野猪干 就给人野猪豁了起来 然后回头就跑 这种狗属于干这种事的 这小家伙仔细看也特别好看 长得挺有意思 跟小拉夫拉图似的 但是太小了 没抓着找 没抓着找 现在回去集合去 这一天整了 最后确实没有收获 但是挺累的 因为这个雨下呢 之前我说错了 应该雨下的失踪一点 说结果今天晚上下大暴雨 那个脚印浇的也是分不出来 新鲜和这个旧的了 把那个旧的浇的也像新鲜似的 现在在这大家集合说两句 让我们看看等会有什么安排 稍等一会啊 大家看我累的 得了 朋友那台小吉米 就是炫在泥里了出不来 大家看这个路 我说我站上过来救援 结果差点也出不来了 四驱车这种轮胎没换的话 它根本也不好吃 鸡米就鸡米 鸡米 鸡米 我的天 上不来 看 前面这台维他奶也是陵墓的 这个也是怎么说呢 越野小神车 当然刚才也差点没出来 今天这个路啊什么晚上都不好使 一顿助力还是没上来 出海上来了 猪队友是掉沟里了 我战人已经给耗出来了 大家伙为了庆祝一下 回到这个小房子里 再喝一杯红酒 可能喝好几杯 这个就是抓猪真正的目的 你想想国内抓猪是给这个奖励 在这边抓猪 你还得交很多很多钱 交这个抓野猪的这个税费 所以在这边抓猪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引子 主要是用这个当借口 一起喝一喝小酒的娱乐娱乐 在一起玩一玩 这个是主要的 跟这个吃野猪肉也没有啥太大关系 也不去进行买卖 我再嘱咐一下大家 虽然国内有些地区开放抓野猪了 但是这个不是一般人去抓的 野猪这玩意比较危险 太具有攻击性了 比一般的野生动物都要有攻击性 你如果没有一些专业知识 你上去看一个野猪 上去跟他去弄去 基本上你就得被野猪给盘了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全第一 在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把野猪轻松拿捏住 好不好 得嘞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 我进去小屋子里边 喝点小红酒 喝完红酒 我再回家 红酒是我人生当中 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 非常的重要 不ONG 不ONG 谢谢大家